大家好,我是Den 伊森尼宣布结婚了 该消息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2月7号,伊森尼在IG发文表示 今天想要传递给大家我人生最重要的决心 我将与我心爱的一单因 从现在开始不是以恋人,而是以夫妻共度一生 我已经求婚,也收到了承诺 4月7日将举行婚礼 因为有了一辈子想要负责的人 所以想要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他是心地善良,很有爱的一个人 想要永远放在我身边 我们会一起分享快乐 以后遇到困难的事情也不会放下这只手的 希望大家能应援我们的未来 我们会幸福生活的 最近因为持续的巨额捐款 网友们对于伊森尼的证明形象也是大幅提高了 但是这个结婚宣布却在韩网掀起了热议 伊森尼要幸福,我无法说祝福的话 被所属公司遭到金钱受害的伊森尼 竟然跟诈骗别人的钱财 过着好生活的女儿结婚 太讽刺了 哎,不想要在广告看到你了 可可可,好傻眼 恭喜你伊森尼,更好人幸福的生活吧 啊,原来这不是给粉丝们写的手写信啊 结婚不结婚是私生活 所以就不说什么了 只是拜托不要夫妻两个人出演电视后 给他洗白什么的 不想祝福也不想指责 相对比起来负面的评价比较多 所以对于伊森尼的结婚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huper Junior没有解散的理由 2005年出道的Shuper Junior 是代表K-POP的长寿男团 从出道到现在 持续发表新专辑 持续活跃在各个领域 甚至不停的有新粉丝们入口 而最近成员们公开的 Shuper Junior能够成为长寿男团的秘密 让网友们爆笑了 错过了绝交时期 所以才能长寿 这个翻译是有一点奇怪 有点别扭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应该能理解吧 不理解就算了 我们这一辈子都会在一起的 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现在都没有什么朋友 我只有他们 错过了要绝交的那个时期 笑死我了K-K 最上面那张图太好笑了 当Shuper Junior的粉丝 真的太幸福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